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的是国际高雄医用科技大学 杨振宏校长 还是郭忠义科大学 资本系简世文老师 成功大学 李直中教授 王靖文执行长 今天丽临的贵宾友 丽尊饭店 陈安伟总监 李宜如经理 周易伟副理 接下来邀请我们高雄医用科技大学校长 杨振宏校长来为我们支持 掌声欢迎校长 好 我们 立尊的总监 李金如 周固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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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這樣很成就 一笑起來我們就很談 我們是學校 我們有把學生叫到企業很滿意 我們的總裁還可以把 畫畫好還可以把企業經營到這麼好 還剩了一個小孩在我們學校 有一次我跟你們執行長 總裁是用山的時候坐在隔壁 然後要離開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一起坐車 然後我就把他送到他家 他就在那個什麼路上 一個自來水旁邊對不對 有沒有學校旁邊 他就問我說你要不要進來坐 然後我是沒有進去坐 但是我們那個祖秘 我們祖秘是公共系的老十三 他就說他以前有進去過 他說家裡面有很多藝術的東西 我說我可以想像 因為他是專業的事 當然也有幾次 我們也有去過那個 立尊 那邊去用餐 你也感覺國務也很好 所以我們也感受到 感受到 這一家這麼好的一個企業 我想 也是對高雄這些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文化 很好的一個理論 當然環境的改變 我想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要把幾個理論經營 我想這個難度也越來越高 可以藉由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簡教師的ERP這一塊 來寫出企業的經營 我想應該也會有幫助 然後我們簡教師在這一塊 我想你應該有看過他的工工委 其實是做了很多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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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也有看到一些相關的成效 但是我也不知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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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老師你還沒有跟人家 打發票說做好了以後 那個KPI會怎麼樣 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要注意一下 資料不要亂開 但是我相信 我想你們相互相信他 把他導入了ERP以後 這一塊應該對你們在管理上 應該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兩下的合作 當然我不曉得 你有沒有用我們學校型商品 有嗎 因為我們用你們當老師 然後學生哥哥 應該是你們也要請規劃成說一下 多一些 多一些 因為你們總裁 總裁小小孩是很幸福的 他是學長發展的對不對 他也不會說 強力的要求他的小孩要怎樣 我印象中在車上 他就跟我聊一下他的家庭 因為他也知道說 我們跟他的小孩有什麼關係 我們李老師是很認真 而且很性格的 所以我想做不好的話 我們李老師就進建築 他們都在管理學院 但是我對我們建老師 我是有信心 因為之前他做了很多企業 而且他要求學生連 所以他信念出去的學生 是絕對適合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這樣子的合作 這樣子的合作 對公司來講是有幫助的 如果有需要學生 那我們聯絡一下 我們的學生送到哪邊去 其實我們觀光區的學生很多 都是送到像寒假 先報告一下寒假的學生 送到瑞士 送到加拿大 送到澳洲 送到新加坡 送到日本 我們有總共送了 二三四個的學生 去那邊實行 其實這些以後都是可以 以後都是裡面可以來跟他們 因為他們到國外已經去實行過了 回來了以後 建立也跟他們這些接觸 對你們推動國際化 應該有很好的幫助 而且我們去的時候 他們都是一起來要去應付 這在台灣應該是算比較少 很多的學生送出去 包括民傳 有的大學部他在民傳 他有的來電 可能就說 哎呀你不是在台北你為什麼要來 因為他會貴校 有把學生送到國外去 他就覺得這個滿喜歡的 我想這個在推動國際化 對你們來講 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當然這個更詳細的細節 這個可以 會找我們國際化主人 應該會更了解 最後還是感謝 感謝這個學生 老師 幫你講 我今年的域集中執行長 是你多帥嗎 大師傅 那趕快 道支持一下 給我們一些指導 我想這樣子 務必 務必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其實我的想法 就是說 高運大 就是應該要幫助這些 要推動國際化的這個企業 來做協助 人才的培育我們鎖定就是比較在上面那些競爭的企業 以我比較用打高球的講說 我們就是培育大聯盟的協助就對了 我們把他們鎖定是大聯盟的企業 當然每個學校有不同的定位 就是尊重 就像餐廳也有七星期 對不對 我們希望培育的是這樣子的一個企業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老實跟市場 都得到這樣子的水準 然後讓你們的企業更有競爭力 然後讓帶動我們地方的繁榮 然後這也是學校應該的善盡的社會責任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這個開始在裡面是合完 好不好 我先報告到這邊 然後祝我們普通順利 為了各位身體健康 讓我們立村辦公室生意辛亂 謝謝大家 再來我們有請立村辦公室 陳安瑋總監致辭 請以热烈掌聲歡迎陳總監 那個 高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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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支持高雄長 對立倫議案真正的支持 那 只從三年前 大概就有跟檢討師入序在溝通當中 那因為那時候 本身集團的影韻需求免 還沒有到這麼龐大 需要導入ERP的架構下面 那經過這三年的努力 在公司的總裁 自動總監體的領導下面 公司的營運狀況 有越來越好的狀況 那 公司在整個集團 在高雄除了立村立井酒店之外 本身在今年底 在高雄會有第三間酒店的產生 那在營運規模 越來越龐大的情況下 本身需要更完整的管理制度 更完善的ERP 來做一個 飯店本身的 營運管理上面的一個資源 所以在去年底 公司決定要 要進行系統上面的一個變革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當然很多業界的 一些系統上也都來找過我們 那 優先還是強大江老師 以前在三年多前 四年前的一些 給我們看的一些內容 那江老師在這一塊的一個資源上面 我們真的是 就是在專業度上是非常心中足的 那其實也是在陸續續開過 非常多次會議這樣 公司這邊也比較熟 其實跟高音大學們來做一些合作 對 那 也謝謝高音大在 歷年來的支持 那 其實以前跟高音大學生在 實習的讀書上面其實也做得很棒 我們也 對 不況估計這邊也說 以前 以前高原大學生來我們公司實習的數值都可以參考 甚至有的學生在實習期間當上實習主任之前 學生母親的時候後面也是當朋友 現在我叫他去看來做 這類的東西其實是我們一直希望立尊跟學界這邊有一個很好的實習上的默契 有更好的學生可以有意願投入觀光產業 有意願投入到一份提醒裡面來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那這是我們希望未來跟高原大除了這次的產學合作案之外 未來在實習這一塊學生的實習 或者是一月生的一個就業可以更有理解的結合 那讓我們未來在高層這個業界 觀光產業這個業界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那就謝謝一下 到正確記了 田医生 田区 田区 田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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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